好 昨天晚上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輝達在跳水 因為無論如何 輝達跟台灣的科技股 真的是息息相關 到底為什麼輝達那麼弱 有一說是蘋果要轉向Google的陣營 不跟輝達合作了 好 為什麼兩個月前 輝達好像還是全世界的AI霸主 現在卻有點落難了 另外今天日央開獎了 真的升息 日央開獎升息除了日元會長 其實跟台灣的產業也有關係 先來歡迎這一段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K線之神 朱家弘 朱老師 好 朱老師這一段要來幫大家做一下 全面大體檢 因為我們有看到 所有的類股幾乎全面轉空 但是有一個類股叫做營建股 營建股還是適合多投回後買上漲 可是今天營建盤中震盪也變得非常大 另外我們之前很期待的重電股 華晨到底有沒有機會破線後 在往上沒想到是往下 現在要全面體檢是不是需要做停損了呢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產業趨勢專家 王建文 王伯 王伯要來告訴大家 最近好多好多的大型股開發說 卻是兩樣輕 日月光跟創意是跌停版 但是昨天開的 望虹國巨大漲 望虹還所掌停喔 今天有聯發科 聯發科怎麼看 等一下王伯有獨家的全解析喔 另外也會提醒大家 假如您現在資金是比較要避風的 因為現在風險之上喔 有哪一些的類股 其實他們的走勢非常穩健 絕對可以成為您的避風港喔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題材獵人 漢偉哥 漢偉哥就要來解答這個世紀之謎了 這個謎就叫做到底 輝達跟蘋果有結什麼仇嗎 現在蘋果為什麼堅持 不要用輝達的GPU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 對台廠相關供應鏈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日元如果升值 因為央行日本已經升息了 台灣其實有一個產業賺日幣喔 所以呢它跟機器人是有關係的 機器人會大復活嗎 首先有請朱老師 好 朱老師 其實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台股現在是控方態勢 是控方態勢 我們就要找紙碟訊號了 而且所有的類股裡面 現在只剩下一個銀件是好的 我們要不要獲利了結先落跑啊 會不會全部都變成要停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費半也是一路大跌嘛 但是盤後這個AMD的財報蠻不錯的 好 AMD變成救世主了 對 那其實我們台股跌到這邊 大家也應該要有點希望 什麼希望 對 我們這邊有八千億的火水要來 是什麼 這是金融股的配股配期 都在八月份 第二個 這個也是很大一筆錢 就是台商回來投資 被凍結的那個資金 可以打開了 八月一號也要開始解禁 這個金額也是非常大 我們七月份 從最高點跌了兩千五百點 因為上半個月是漲的 所以整個月只跌了八百三十二點 那外資真是很 結果賣了三千五百多億 越賣越多 對 漲也賣 跌也賣 反正它就一直賣就是了 可是我們的類資卻拼命地在接 接了一千一百八十八億 還有八大光股買了九百 那這兩個加起來大概有兩千億 還是稍微的不敵外資 所以我們的大盤還是顯得比較弱 比較弱 好 我們的最重要我們也知道 台積電 鴻海都跌到季線 鴻海也是跌到季線 那這個地方季線已經連續四天都是紅K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連續兩天都紅K 所以加上剛才這些利多 我剛剛講不要把大盤看得太悲觀 短期還是很有機會上來的 但是上來了上面因為壓力很大 這一陣子下跌壓力都很大 所以原則上這個月線看可不可以站上 如果能夠站上月線 那還是很有機會在慢慢的整理之後再去再反轉 好 那我們的大盤現在下跌 我們剛剛除了剛才幾個訊息 有機會只跌 那真正要能夠有大的行情反彈的話 第一個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有兩種現象 在底部容易反轉 第一個就是這個自息量 因為我們現在最高的高檔 這個附近大概六千億 如果能夠縮到二分之一 就是在三千億 這個量出現三千億以下的量 這個叫凹洞量 好 朱老師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在等暴大量 對 結果都不暴 所以現在反過來 等它要不要先自息量 底部有兩個 一個叫自息量 一個叫暴大量 對 那暴大量就是有六千億以上 是 這兩個現象出來 我們就來看指數有沒有上漲 如果一上漲 這個地方就很容易強力反彈 所以這個是我們明後天去密切注意的 要不就自息 要不就 對 對 因為自息量之後 再放一個大量就容易攻了 是 好 那再來當然還是拜託一下 美國的這個拉斯達克跟費半 也能夠止住 是 美股也是這一陣子跌得很凶 也像這個遇到颱風一樣的 就拼命的跌 所以美國這個如果不止的話 我們即使有類資互盤 有這些利多 可能也只能夠抵抗在季線附近 好 還有外資希望能夠早點回頭 賣了那麼多了 然後也跌得那麼深了 如果外資回來撿便宜的話 那這個台股也容易止住在這個地方 好 感覺還是期待剛剛的台上好了 對 靠自己人 對 靠自己 好 那這一陣子的大跌 本來有一些好的類股股票都轉弱了 就比如說金融股 比如說重電股 這些都轉弱了 現在牌面上看起來 還是銀劍還能夠維持 這個高檔的上漲 可是今天震盪非常大 好 那今天的震盪 非常大的股票都是因為 漲了三四天 在高檔 這也是我們平常在技術分析 跟大家講的 走到三四天就很容易 包括我們大盤一樣 創高就容易回來 好 那我們的銀劍股來看一下 大部分都還是一個多頭股票 是 這個全部都是 只不過因為漲高了 今天有些黑K 那我們就等它拉回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 跟大盤一樣 並不是拉回就做 而是拉回要不能跌破月限 不能跌破前低 上漲你再來做 如果這些條件都沒有了 你自然這支股票就不適合做多 不適合 所以大部分來看 都還是一個多頭架構 當然也有轉空的 轉空的我們也要看得懂 轉空就稍微的忍耐一下 不要去追 這很標準 因為實在漲幅跟月限 乖離都很大 所以今天就爆了一個 大量的黑K 如果以今天來看 就類似這樣 就容易回檔 容易回檔了 所以這邊回檔 但是月限是重要的支撐 所以我們回來就觀察 月限這裡能不能夠上漲 這個也是回到月限 回到月限再上漲 它就容易漲一波 但我剛剛有講 如果跌破月限就保守一點 就暫時多看 就不要動它 好 還有跌升打底的 前面這個銀建股很強 很多股票天天漲 漲停板 但有些股票卻是回來打底 像這個國劍就是打底的 在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有一天33.1 如果能夠往上突破 那就反轉了 我們就是說 你要做多 在底部找這個反轉 這些持股大戶 也在底部在期貨 就都 你看他們買 都是買在這個地方 就買在這一塊 那有一天 如果能過33.1 那這個不妨去做一個短多 因為大盤線不好 所以股票盡量不要做太長 除非你是要投資布局的 那你當然就抱久一點 好 這支股票就前面有點類似 是不是在這邊打底 在這邊打底 可是今天突破了 所以它今天已經反轉多頭了 好 反而是它是底部反轉多頭的 而且它也有爆量 也一樣 頭性也開始在底部 所以同樣一見股長的 是都不一樣 對 有在很高的 那就容易回檔 有在低檔打底的 如果像這個完成的 這個還沒有完成 那這個為什麼要過33.1 因為你的季線就在這 季線壓在上面 對 所以你過了季線就過了 那這個今天季線也過了 所以都 這個可以當優先操作 這個還要等一等 那優先操作一樣 如果你今天有買 你就沿著五軍做 如果你今天沒有買 就等下次回來做 下次回來做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這個重店 重店每個禮拜來都要講 對不對 好 也沒有到每個禮拜 就這兩個禮拜沒來 它就給我 給我出問題 對 因為之前朱老師 還一路呵護著它 對不對 結果颱風天一放假 它忽然就變成一個空頭走勢 對 好 基本上我們講任何的股票 如果你去看技術面的話 都不會有問題 是 也不是只有重店 這個什麼台積電也照跌 是 對不對 聯發科也照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現在還剩下多頭的 只有中心店 只剩中心店 對 它雖然是多頭 等一下我們看圖也並不好 因為多頭也有分強弱 也有分好壞 所以再來其他都是空頭 那為什麼 因為兩個禮拜的時間 足以讓它反轉成空頭 讓我們來看一下 哪幾隻在這個操作上 我們去注意一下 中電股的領頭羊 這個叫滑城 那滑城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一根藏黑 就把這個希望給破滅了 本來在這裡回檔震盪 如果往上突破 還有機會挑戰它的1030 但是它是往下跌破 所以各位很簡單 當一個股票在上下震盪的時候 你就把下面的支撐 上面的壓力 你把它劃好 往上突破你就做多 往下跌破如果你還有多單 就趕快跑 趕快跑 有可能你在這裡買了爆 因為希望它突破 還可以創高 可是如果它跌破 就是趨勢告訴你 它不會往上走 那你就要趕快減碼 或者趕快出脫 那短線呢 它已經連續跌了一個禮拜了 又跌回這個是底 因為這個地方底底高 轉多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相對來 又到了相對的低點 也就是說你沒有賣 不要賣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有機會要反彈了 因為你已經被套牢了 那你就不要賣了 反彈 但也不要忘了 這是一個區間 它都會在這個大區間裡面 來回的走 那現在的壓力在季線 八百三十四 如果你有談到季線 你在這邊沒有賣 那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再下來 你就趕快還是走一趟 走一趟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一跌破 這個往下跌的幅度就會更大 因為這個地方都有大量的支撐 不可以跌破 那有反彈 你就看一下反彈到什麼位置 能夠少賠一點 就先離開 好 那中心電是唯一的多頭 為什麼這樣講 可是它長得也不像多頭 因為我們的多頭 這邊盤整突破是多頭 跟剛才一樣 畫一個盤整 這是突破 這是跌破 這樣就可以分別了 所以你突破座 你是有獲利的 那獲利是不是看到黑K了 就跟我們剛剛的銀劍股一樣 你高檔看到黑K了 所以你在這邊叫停利 那沒有停利的就很可惜 這一段獲利又吐回來了 好 那如果你又去追高的話 當然你就容易被套了 所以我們還是在提醒大家 不要去追高點 不要追高要及時停利停損 對 你如果追高就停損 好 那現在為什麼說是多頭 因為它前面低點還沒有跌破 它還是底底高 頭頭高 不過這個多頭就不好 弱勢多頭 我們一直跟他講一個觀念 多頭不要跌破月線 所以這個月線跌破 而且月線現在看起來 已經快要彎了 所以任何的反彈 也是一樣 減碼 不要去加碼或者去追買 因為它是多頭 所以還有一個反彈坡 還有一個反彈坡 還是一樣 這個低點如果跌破 那個跌幅就會再擴大 可能要找到158這邊 找到158 好 那這個一個是 這個領頭羊的走勢 一個是中心電算 近期比較強的 但是跌下來也算是 破壞了這個架構 破壞架構 好 亞利在這裡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多頭 但是回黨跌破五軍 跌破月線 這個股票就不好 下次大家記得 多頭跌破月線 最好就觀察一下 最好就先閃人了 對 讓它轉牆的再做 那現在季線134也快要到了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看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反彈 好這個雲爆 這個是很投機的股票 好也許不能說投機 但之前的那波漲幅 真的太兇悍了 因為這個漲幅太大了 這個120一漲就漲到了多少 270 是 都漲了一倍多 很短的時間 對 就天天漲停板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 如果太標的股票 高檔都不可以出現這個 長黑 好 高檔的長黑 可是這支股票主力又很那個 很厲害 他昨天是漲停板 他昨天漲停板 第二天就給你來個跌停板 所以有的時候 你想跑也跑不掉 但是這一天可以跑 就是沒有立刻殺跌停 對 第二天 第二天沒有馬上跌停 所以你要趕快走 因為你昨天出了一個長黑的跌停板 實實在在的一個 所以你今天又是跳空 所以你要趕快走 就算少賺 也要忍痛出場 當然 當然 因為你上面的訊號已經很不好 這邊有爆量 是 所以你走 那現在走不掉怎麼辦呢 而就是一八九快到支撐 是 或者這裡有反彈 我還是建議大家離開 因為你上面這個連三黑的跌停板 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好 所以我們做技術面高檔 最好不要跌停板 一支好的股票 一跌停板就表示後面有問題 就很創意 對 這個反正技術分析就是通用 是 別的股票也一樣 你有賺錢賺錢 結果一個跌停板 你最好趕快走 因為短線可能不太容易再有高點 是 好 所以現在看起來大部分的股票的形態 都不影響 都不影響 很少數只有銀線裡面有 所以大家現在資金所謂不要放太高了 對 這也就是告訴我們大盤會影響個股 當大盤不好的時候你就要保守一點 好 這邊非常謝謝 謝謝 可以顯示示範朱家宏老師 謝謝 謝謝 歸